这天 小赛罗正在外面玩 突然 他看见了一只怪兽鬼鬼祟祟的样子 小赛罗觉得很奇怪 决定偷偷跟上去看看 小赛罗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 看着怪兽往海边跑去 奇怪 这个怪兽是要去哪里啊 小赛罗继续跟着 发现怪兽来到了一片海滩 拖雷基亚和黑暗扎基竟然都在这里 啊 爸爸跟我说过 这两个都是坏人 我要赶快打电话告诉爸爸 小赛罗正要打电话 却听到后面传来一道声音 小鬼 你干什么呢 小赛罗下的电话都掉了 大叫着就跑走了 而之前说话的拖雷基亚十分疑惑 这小鬼是赛罗的儿子吧 他是来干什么的 算了 不管他了 说完 他走回了椅子旁边 继续坐下等待着 而之前没被小赛罗注意到的是 贝利亚其实也在这里 不过是小赛罗的视线看不见 只见贝利亚拿着锅茶 正在做着什么好吃的 贝利亚竟然把凳子悬浮 放锅炒东西 就不怕凳子被烧坏了 而之前跑来的怪兽竟然就躺在旁边的台子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没过多久 贝利亚给拖雷基亚和黑暗扎鸡送上了做好的汉堡 原来是他们使用怪兽的尾巴当做馅料 来做怪兽味的汉堡吃 怪兽也太可怜了 兢兢业业被指使得搞破坏就算了 还要被拿来当食材